中国现在的关系主要是因为都是怀旧 普京怀的是苏联大帝国 中国怀念的是汉唐 所以两个有个共同基础 现在各人们就很好 我们都要在一起把过去的都恢复起来 苏联的瓦解我想在这一代苏联人心里 俄国人心里都是非常非常创伤非常重的 一下分离成这个样子 中国一直要从甲午开始 所以这个地方在这两个人对话是有的 而且还有现实意义 中国需要俄罗斯的天然气跟油 他们有人把俄罗斯比作这个事情加油站 欧洲也要向他买油 所以在这个角度讲说 欧洲跟俄罗斯包括德国在那里买的东西 所以就把它看成一个加油站 虽然国力可能越来越低了 现在像生产能力差不多像意大利或者加州等等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中国之间那中俄 俄国现在因为这个克里米亚事情 因为乌克兰事情它被制裁很凶 它需要大量的资金去投资什么之类的 那这个欧洲的国家都不愿意去 那有制裁的关系 所以这个签从中国过去 所以在现实意义上 双方的民族有这个必须的合作跟进 但是对长远来讲的话 长远来讲的话 俄国当然担心这个中国 会起来 起来如果会 讲实的话 你刚刚提到我们中国人很多账都算 对不对 唐如梁海啊 什么外蒙啊 什么这个爱魂条约啊 海生卫啊 这个账我们如果起来的话 大概都可以算一遍吧 这个都该弄回来 而且跟现实来讲 一大一路首先伤害的就是俄罗斯的利润 对对对 你现在俄国已经演爆 很狠了 已经叫了嘛 因为中国人现在都到这个 到西伯利亚去了嘛 一大堆的开发事情 所以俄国是俄国已经紧张的东西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现在我那边看到一篇文章 就是这个美国现在的做法 这是川普上来的做法 刚刚主要敌人里面说 就是这个radical islamic 就是这个激进派的东西 那么俄国这边是有这个车臣的东西 然后一直在搞它 那美国当然是这个ISIS的问题 现在的问题 我们就只会回到现实的问题来讲 就是说 到底美国要不要去跟俄罗斯一起合作 在这个 在叙利亚那一头 一起把这个 美国要的是把这个ISIS干掉 但是这个俄国要挺住这个现在的政府 对不对 现在这个阿斯拉的政府 所以这里头怎么样去拿捏 欧巴马斯一直不做事了 就不管这个事情 我知道我知道 水利亚的东东问题 大家们还绝对谈 就是先我们把大的框架决定下来 就是俄罗斯有多大的可能性 跟美国站在一起 他就叫拉住俄国这些东西 所以双方有合作 这个刚刚提到这个合作的大原则 就是现在的第一条 就是在这个ISIS方面 那我就觉得说 以美国这个角度来讲 他一定会跟这个 跟俄罗斯会在一起的 因为这个永远是最大的 你拿这个俄国 美国到叙利亚 到叙利亚去建都 承认这个首都来讲 就看得出来 美国这边事实当然是 里头有一很深的一派 这个所谓的福音教派 那么在川普的救济 我明白你的意思 那个是我们等一下 一定要具体讨论的 我现在就是先确定一个大的框架 就是说 有没有可能 他们走向一等迷茫的可能性 就是有 是吧 OK 那 好